朱元璋当皇帝后,两老乡来讨官,一个掉了脑袋,一个封了大官。 朱元璋参加起义军后先后推翻元朝击败陈友谅和王世成建立明朝子, 起座上了龙以俗话说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听到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曾经一起长大的老乡纷纷前来投靠, 希望能谋得一官半职,然而有两个老乡分别来投靠朱元璋一个被封了大官, 另一个却掉了脑袋这是什么缘故的一日。 朱元璋正在御书房批阅奏章,太监来报说, 空外有一人自称是朱元璋的老乡神, 趁要面见皇上朱元璋听到是老乡,赶紧让人带他进来没想到这人进来, 后不仅没向朱元璋请安,反而大声嚷嚷, 朱重八比小子厉害,而网龙以上,那么一做到还挺有模有样, 朱元璋一听当下脸色就变了,朱重八是他的小名, 自打参加起义军后就没用过这个名字, 听到这人直呼,自己的小名自然心声不悦, 但还是强忍下来朱元璋此时脸色已经相当难看, 谁知道这人不知天高,帝后还继续往下说, 记得有一次你好几天没吃饭饿晕, 过去我送了你几个土豆你一顿狼吞虎, 也差点也死,还是我拼命给你灌水, 才去回你一条小命。 对于高高在上的人而言最忌讳的就是被人公开谈论过往的不堪朱元璋听到, 这里心中一团怒火,终于爆发命人将他拖出去展了过了几天又一位老, 相求见朱元璋,朱元璋想起前几天的事心中还暗暗不爽, 本来不想搭理, 但想想自小一起长大的情分, 还是让他进来, 没想到这个老乡和之前那个简直天壤之别。 一进门就行三跪九寇, 大力搞得朱元璋都有些不好意思, 接着就是对朱元璋一顿吹捧说他从小就看出来, 朱元璋飞驰中之物早晚会成就一番大事业又夸, 他人得宽厚虽骨之遥顺, 也不及也朱元璋被他这么一顿夸内心想必美滋滋, 当即下令封他为御林军统领同样的话换了一种方式, 表达结果就大相径庭。